精神分裂症案例 2016年1月7日 阿旺师兄阐述自己的病情条理经过 2012年5月份左右 腰痛去医院看 医生开了点中药吃 就回家休养 好像没什么效果 因为经济压力出来打工 总觉得心理不健康 去医院看心理医生 医生开了两种药 一种是安眠药 一种是让人开朗兴奋的药 后来吃了开朗兴奋的药后 由于安眠药弄丢了 就没吃安眠药 然后就开始失眠了 连续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意识不清晰 就开始发病了 谁都不认识 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医院精神科 医生诊断为精神性障碍 打了点滴 人一时清醒了 可经过长时间吃药 越吃越糟糕 没有得到改善 我家对面有个老中医 看我这样 就给我建议 叫我去山上拉毛主 天天锻炼 身体好像有一些改善 但是想戒掉在精神科开的药 就是戒不掉 又迫于经济压力 还是选择出来打工 药还是一直在吃 2013年 在医院开了精神分裂症的药 吃了一段时间后 医生说不是精神分裂症 而是精神焦虑症 后来改吃 趋错铜 米淡瓶 2014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与学习 弟子归 情绪稳定了 想借药 后来因为老婆生孩子 回去了 在家里几天没吃药 病情又复发 只能继续吃药 2015年初 又出来打工 打工期间病情又复发 我父亲只能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诊断后 还是说精神分裂症 通过治疗 病情稳定 但却被药物控制住 没办法停药 2015年10月1日 偶然的一次机会 来到素食餐厅帮忙两天 老师知道我没工作 又有这个病症 就叫我来上班 然后用原始点的方法 帮我调理 每天都按推头部 温敷和浓生姜汤 补充内外热源 开始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 试一试 边调理边吃药 但是精神还是有些恍惚 调理之间 病情也有点反复 时好时坏 后来有空的时候 就坐在大厅 反复看张昭汉医师的光碟 加上志工老师 无私地帮我按推 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 我的信心就比较坚定 慢慢的病情有所好转 十天后就完全把药停掉 至今已有三个多月没吃药了 精神状态很好 没发病 晚上没吃药也能睡觉了 真的很感恩原始点 如果不是原始点 我可能还在依赖药物 精神恍惚 也没办法正常工作与生活 所以我想借助自己的力量 来传播原始点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方法 免受病情的折磨